欸 你知道那個誰跟誰在一起勒 哇 真的假的 他們兩個不會吧 唉 晶瑩頻道真的很累 但是想到不可門就突然不累了 這番心系不可門的心情 像極愛情 今天久違的要來談談心理學的主題 這次的主題就是 但是在開始之前呢 請不可門記得訂閱我們 跟開啟小鈴鐺 這樣才不會退流行喔 為什麼會有流行用語呢 不可門知道最夯的流行語是什麼嗎 像是前陣子的 是在哈龍 當我是塑膠黑人問號 氣噗噗 這些流行語竟然已經退流行了 現在將進行2020年 水逢到年輕指數測驗的時間 1 你覺得沒噗是什麼意思 呃 沒噗是每一步嗎 答案是難過想哭又裝可愛 2 氣再來是什麼意思 又再一次生氣 答案是 我現在氣再來不要吵我 形容非常生氣的狀況 3 本次彈道是什麼意思 本次彈道是什麼意思 這個東西我不知道 這個好怪 這是日本人的名字嗎 這句話源自於漫畫的 潤牙道的第五句話 意思是本來想大聲斥責 但錢實在太多了 後來衍生意識 在表特版西施版上看到胸部大 但沒有特別漂亮的女生時 本來想斥責原PO 但胸部實在太大了 什麼意思 位而死密夫 呃 很帥的黑人的意思 答案是什麼意思 喔 史密斯 是什麼意思 這個詞在哈羅 靠貴就是史密斯 靠貴喔 跟靠腰有像嗎 貴姊 貴姊 靠貴被冰 喔喔喔喔 我知道了 因你去 呃 衣服店試穿 然後沒有人理你 簡單來說流行語就是 年輕人自創 或是流行的語言 因為不同地區的不同 所以流行語言會不盡相同 但因為現在的社群網路的普及 讓這些流行語感覺逐漸的被統一了 所有人都知道 基本上都是曾經爆紅一時 然後由盛轉摔的過程 慢慢直到消聲匿急 只有少數的語言會被流下來 變成我們大家常用的 冠用語 像是以前可能我們會講什麼 LKK啊 橫鏢 茵茵 美帶子 愛老虎有 這些幾乎都已經過時了 現在比較少人在使用 而且如果你使用了可能 就通通了你的年齡了 我們常常會想說 這種話為什麼也可以這麼受歡迎呢 這個的背後 心理因素是 想要跟別人做一樣的事情的 重重心理 想想看 我們年輕時候的 重重心理是非常非常明顯的 因為那個時候呢 同儕來說 對我們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跟同儕有 共同的語言 在大家面前才能夠被注意 欸 你是跟我同意夥的 所以那個時候呢 開口閉口就要講流行用語 不然你就會被孤立 那為什麼年輕人在用的流行用語 現在會被大眾廣為知道 甚至會出現一些標題 像是 2018年你不知道的流行用語 或是 2019年上半你不知道的 10個流行用語 那是因為我們前面剛剛提到 網際網路的興起 讓傳遞資訊這件事情 變得更快速了 還有的話就是 六度分隔理論 其實是一個哈佛大學心理學的教授 史丹利 米爾格拉姆提出來的 史丹利認為 世界上任何互不相識的兩人 只需要很少的中間人 就能夠建立起連結 而在1967年 其實也驗證過這樣的一個實驗 他們驗證的結果是 只需要六個人 就可以將兩個 完全不相識的人 不相的連結起來 而鄧巴素則是指 一個人所能維持的人際關係數量 通常落在 甚至有個社群軟體 它在好友上線人數那邊 直接指定為150人 就是由這個而來的 每個人的視線網路最核心 最親近的人就是那3到5人 次之則是12人到15人 那這些人一旦從我們生活圈消失 我們就會非常痛苦 接下來是朋友圈的30人到40人 這些人是你經常聯繫的一群人 之後則是150人 這是在我們大腦有限的記憶體下 可以認識的150個人 而超過那150外的人呢 你會認識這些人 可是如果他今天跟你不熟 你也不會太在意他們 所以當我們聊到 六度分隔理論或鄧巴素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知道 我們跟陌生人的距離 其實沒有那麼遙遠 甚至是臉書他曾經有公佈 基本上每一個人 只相隔了3.57度 這代表了你只要3.5個人 就可以跟這世界上所有人都有關係 搞不好跟歐巴馬也有關係 所以當別人今天在說 喔那個人曾經是我的學妹 我知道菜哥啊 他是我的朋友的朋友 或是喔我知道歐巴馬耶 他是我同事爸爸的朋友 我們就不必感到太正經了 不然如果今天說 我的同事的哥哥的 兄弟的 親戚的小三的朋友的爸爸 是Google的老闆 你會覺得很厲害嗎 不要裝傻的 小心不要被騙 那我們既然談到了 六度分隔理論跟鄧巴素 我們就要來談談八卦 其實呢 八卦的傳遞速度跟流行語一樣 但是八卦他的 影響力跟傷害性 卻比流行用語大上許多 這裡的八卦呢 基本上我們就是不是指那種 我們一般來講的 就是什麼太極倚兩儀事項的 八卦裡的八卦 而是指這個社會上一般人 大家普遍流傳的情報 那通常我們一般人擁有的情報來源 會有 像是小道消息啊 愁聞 煽動性言論等等 而聊八卦呢 千萬不要認為他是因為無聊 而是這是原始人的欲求之一 因為八卦通常是一個人他在台面上 跟他一般情況 行為有所偏差的一種訊號 所以當我們不小心知道 哇這樣的隱私內容時 我們內心會產生一種優越感 優越到想要讓他傳遞給更多的人知道 而八卦其實也是一種溝通的手段 代表你知道一些別人不知道的事情 搞不好只有你在那個圈子才能夠得到的消息 美國韋伯州立大學的教授蘇珊博士也曾說過 那為什麼會知道蘇珊博士說過這些話呢 因為她是我爸爸同學朋友的親戚 所以呢他講的是什麼 就算談話內容是八卦 也是加深人們與他人親密程度的重要方式之一 同時也是直接認識陌生人重要的方法 這樣看來感覺聊八卦是一個必須 而且看起來不是一件壞事 那為什麼很多人會覺得 聊八卦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呢 那是因為聊八卦不像我們剛剛理論看到的一般 是為了交換資訊或是與人聊天的方式 已經演變成一種在別人的背後說他壞話的一種行為 剛剛我們才提到我爸爸朋友同事親戚的朋友 蘇珊博士提到的就是說 認識陌生人最重要的方法其實是透過聊八卦 但是如果你今天聊的八卦是 負面訊息或是偏向太個人隱私的事情 你就很容易讓聽到這個訊息的人 聽了你的 而對那個人有 第一印象的負面感受 進而在還沒認識那個人之前 就已經覺得他很不OK了 就像是我們之前解憂信像有開過一封信 就是小楓他朋友是一個渣男 然後他到處去談論女生的一些私密的行為 讓大家對那個女生有負面觀感 而我有一個朋友小楓 他是國中小的老師 那時候他就觀察到班上有些同學理化跟不上 所以他就特別在周三呢 請這些理化不夠強的人 同學們留下來一起晚自習 但他朋友小霞呢 卻因為 他會嫉妒小剛跟班上的同學之間的關係很好 所以就故意在一些老師的聚會上面去大肆的抨擊小剛說 哇他在那個學校弄那個晚自習 根本是把學校當作戀才的地點啊 他跟有些同學的關係不單純 但是事情根本不是這樣的 原本小剛做這件事情只是一個利益良善的行為 出自於熱心 而留校查看輔導的學生們呢 也都是出於自願的 而且小剛自己也沒有多領加班費 但卻因為不正確的八卦消息 導致很多人對小剛的冷眼以待 甚至是還被學校記過 有時候跟別人講八卦不是不行 而是你要知道說 當有人跟你提起八卦的時候 是否他刻意的在背後去操作某些事情 但如果我們沒有去查證這件事情 一味的相信對方 就會成為作惡的最大的幫手 好的呢 我們今天的聊聊心理學主席就到這邊 可以讓大家知道說聊八卦跟流行用語 他的傳播理論其實是有異曲同工之妙 像是鄧巴樹跟六度分隔理論都在這裡面 其實八卦呢 還是可以適當的疏解我們內心的壓力 然後讓我們不會感到那麼挫折 而適當的學習流行語 可以讓我們覺得跟別人有連結 然後更有安全感 但如果一昧的用八卦來作為重傷別人 或是拉攏私利這樣的卑鄙做法 或一昧的用 你連這樣流行語都不知道 你老了來tease別人的話 那這樣我覺得你真的就是 有的時候呢很多東西的本質是好的 但因為人不同 然後看的視角也不同 所以造成他的結果變得不一樣 所以最後希望不可能在做任何事情的時候 都可以思考到這一點 因為只有自己才能夠控制自己想要傳達 或表達的意思 如果希望這個世界可以更美好的話 就要時時刻的記得說 你這樣的話會不會造成對別人的傷害 或是是重創一個人 因為你無傷大雅的一句話 在別人的世界裡 可能是世界末日 最後我們的問題便是 你們最近聊的八卦都是什麼樣的八卦呢 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你今天願嗎 如果喜歡自己的影片的話 請傳給身旁愛甲八卦的朋友們 就是告訴他們這個心理學 那這樣啊 分享訂閱按讚留言關注我們 掰掰 想要分享秘密時的表現 些人會說這件事情絕對不能說出去 這其實是想要加重自己的存在感 這感覺好自卑喔 欸我只跟你一個人說 這是感覺我跟你特別好說 我只對你一個人說 然後呢不可以跟別人說 這句話其實蘊涵的是 在我心裡你其實是最特別的 然後最後有些人很常在講秘密的時候說 我是相信你才跟你說的 通常一般人聽到這一句話的話 會有兩種反應 一個是很高興 一個是很反感 哇大家真的很愛講八卦欸 大家也很愛趁熱度 喔對幹我也是 不行這樣講 完蛋 提食到自己